这是一个仅有三厘米的巨人 他利用威亚来到桌子上 准备找点东西吃 只见他小心翼翼的穿过凳子 一个脚跳来到餐桌 利用搅拌机和酸奶盒子 把女儿给吊了上来 小女孩是个典型的吃货 静止的爬上了冰箱 想要好好地照一顿 只见他利用冰箱棍 敲开了大缸门 让弟弟帮自己顶着 自己折毛的危险 来到了冰箱里面 冰箱内幕就像冰盒世界一样 到处结满了冰霜 小女孩来到冰高前 剪开比自己还大的盖子 接着一个回手掏 就开始罩了起来 一个痣 没得恨 可自私的弟弟 已经累得够呛 一个不小心棍子掉了下去 大缸门也被关上 好家事 胳膊还被死死地夹住了 听到呼救的爸爸 赶紧嘎弹威亚 朝着冰箱跑去 只见爸爸一个大跳 利用海绵的弹性 一个360落在了香皂上 骑着金箍棒 来到了另一个桌子上 靠着自己敏捷的身上 轻松救出了儿子 可不幸的是 自己的女儿还在冷冻室里 突然 他们听到一声狗叫 好家事 是房子的主人回来了 大壮健壮 赶紧搂着孩子 利用鱼钩来到了桌子上 然后把电池交给儿子 让他先走 自己留下来救女儿 大壮拉下灭帽机的开关 利用弹射进入了出冰口 而另一边 女儿小美也跳了下来 成功地和父亲进行了会合 可就在这时 麻烦又来了 主人居然想给饮料加冰 一瞬间 几十枚巨大的冰块落下 朝着大壮两人咋去 两个小人被困在管道里 脚下这一瓶深不见底的饮料 掉下去肯定会被淹死 而头顶 几十枚冰块正在高速掉落 关键时刻 大壮举起长矛 大壮顶住了几十吨的重量 男人以为机器坏了 开始继续加冰 一眨眼的功夫 又挤出了几百颗 好家事 只见冰块堆积的越来越多 大壮马上就要扛不住了 再加上男人一个猛磊 那成吨的冰块就哭着拳掉了下来 男人捡起大壮的武器 顿时有点懵圈 原来大壮是顺着绳子跑了 晚上 一家人正在吃饭 房间开始疯狂晃动起来 原来是房主在打手卫生 大壮一家人赶紧接安全弹 可爱是小帅 还是因为手慢 扭击被吸了上去 死死的贴在了地板上 好家事 吃个饭都不能安生 饭后 小美觉得无聊 坐上卷尺电梯 来到了小主人的房间 偷偷看起了狂飙 可就当看完准备离开时 意外发生了 一个小人不小心被碰掉 好家事 这瞬间被男人发现 并用杯子把小美抓了起来 然后倒进了浴缸 好在幸运的是 小男孩并没有伤害小美 而是给他闹起了磕 小男孩告诉小美 他们马上就要搬家了 房子也要被拆掉 为了让小美有地方住 小男孩准备带他们一起搬到新家 就这样 大壮一家人 被小男孩装进了鞋盒 带到了搬家的车子上 而且要把大壮的武器 又还给了他 突然翻到正好砸在了盒子上 把盒子直接劈成两半 就连汽车都被干得了个窟窿 小美和小帅也不幸地掉了下去 小帅被爸爸死死地粘住 更恐怖的是 还有一辆汽车死了 关键时刻 姐姐想救他 可还是晚了 好家事 本因为小帅肯定废了 结果没想到 弟弟居然侥幸地活了下来 可被爸爸造成这样 不知道人还能不能要了 两个小人回到家里 碰巧遇到了邪恶的开发商 准备来拆房子 为了阻止他们 小帅和小美偷走了证件 没办法 男人只要用听诊器 寻找起了两人 锁定位置后 哭吃就是一锤子 布板被砸出了个小洞 接着男人伸出富贵的小手 开始在洞里摸得起来 好家事 那搭金戒指比小帅还大 严重的就要摸到小帅 姐姐见状 拿起一根铁针 狠狠地扎了男人一下 好家事 这下双方的仇恨算是埋下了 胡子兰十分的生气 说啥都要教训他们 只见他找来灭属专家 拿出不知道什么玩意儿 对着墙内就开始射了起来 一眨眼的功夫 层层的泡沫就席卷了 好在两人机灵 跑到了二楼躲避 胡子兰想要询问情况 结果专家一激动 对着胡子兰射了起来 射得男人满脸都是 小帅想通过灯泡逃走 结果被胡子兰发现 只见他们打开开关 准备用灯泡的热量 把小帅给烫下来 好家事 只见灯泡越来越凉 小帅也马上就要糊了 关键时刻 姐姐小美放下卷翅 成功救治了弟弟 最后 两人重量的样力架 准备逃离这里 可万万没想到 走到半路时 被一只巨型鸽子挡住了去路 小帅一激动 脚一滑摔进了管道里 碰脚掉进了水瓶 随后 水瓶被盗到了工厂 进行加工了起来 好家事 严重的小帅就要被奶淹死 关键时刻 大部分赶了过来 一发穿银剑射中了瓶子 然后一脚过去 打碎了奶瓶 把小帅成功救了下来 现在 大庄几人开始准备复仇 居然主动找到了胡志南 先是给他屁股来上一针 然后再利用胶带 铲住了胡志南 好家事 没想到胡志南挺勇进 轻松又挣脱开了胶带 而且还抓住了他们 混在了奶桶里 随后胡志南拿来吸尘器 准备好好教训几人 没想到 房间上面突然冒出 有几百个小人 随着绳子落在地面 接着把绳子固定好后 打开了风扇的开关 好家事 利用风扇的惯性把男人缠成了麻花 原来和大众一样的小人 还有很多很多 他们已经在人类的生活中 度过了好几百年 你觉得我们的生活中 会真实存在这些小人吗 关注琪琪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